製作有力 這個深茂是一門口水 深茂不光是家際 古建築 對各種各樣的建築設計 包括工業設計 都禁止戴這個深茂 我今年是58年,研究古典火葛已经有40年左右 因为中国的古建筑,包括古家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像我们学这个手艺的时候,这个木工基本上是铺铁盖的,到处都有 90年代的使用,银杰开始用生帽的技术已经很少了 基本上用卸弹化,都是机械化,用枪钉定制了 我没有放弃,一直接着到现在,把这个古典火葛几千年下来一直是平面,点着我主人是立体 一节作品开始需要吊塑,做好以后就来刷这个肚子,肚子刷好以后就开始撤掉 撤掉以后,一般我都是用水工车的,车好以后生毛需要刷蟹,刷好蟹以后搭搭舌 一个人不搭切断,再一片片煮上 一节作品下来以后,都是要几千片,上万片 第二,这个木片的厚度,一般来讲最小的是一个毫米 厚一点的是两个毫米,宽度我一定要保持的 最小的是0.8毫米,宽一点的是一公分,有这个老度,如果再小了就没有这个老度 今天我做的作品都是一种颜色的,现在做这个品呢,两种颜色一组呢,黄花里呢,看起来比较鲜叶一点,但是纸料木呢比较整容一点,两种材料搭配下来以后呢,看起来呢,一件作品是比较完整的,留守的 特别是一种,特别是一种长线 总共是100度片,两种的颜色,看起来这个立体感也比较佳 广告线 生猫结果生猫结果,你不是干净缝和抹销。你把它插进去,插进去的时候,插的时候这个是叫抹销,进去的时候这个口子是叫抹销 立体的作品说句实话 不是凭空二起 你要会雕塑 你还要会绘画 你还要会雕刻 还要会木工 还要设计 吹不苦 做的时候再想 想的时候再实验 多种技术融合一体 才能制作成立体的作品 扁平总共是一万度片高九十九公分 厚度三十六宽度四十八 用中国的传统工艺生贸机构 仍日格和中国街制作而成 这些作品做了两年 这些作品 苦中作乐嘛 再苦再累的时候 看到我这么多作品的时候 每一页作品都是固贫 而且每一页款式都不同 信众是相当高兴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